我們今天介紹電動式 Electromulti-force 它簡寫就是EMF 那麼電動式 它就好像是一種 假如我們把一個電路 當作是一個電子在那裡流動 或者是正電荷在那裡流動的話 那電動式就是能夠驅動 這個循環的一個支器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整個當作是一個電路 回路 電路一定是一個回路 它就是利用這個 我們拿正電荷來做模型 好 代電體在這個地方 路上面做一個循環 不斷的循環 那麼這個 木裡面呢 就開始有電流 有電流 那麼這個 代電體怎麼運動呢 那麼我們就是想辦法 在這兩端 它產生正負電壓 就是這邊的電位比較高 這邊的電位比較低 那麼正的代電體 正電荷在這邊 它就會由高電位 流向低電位 會流過來 自然就會流過來 但是到了低電位以後 它又要回到高電位啊 它就不能自己走了 因為這個時候 這裡的能量比較小 這裡的能量比較大 那你沒有這個能量上到 更高一級的能階的話呢 它沒辦法上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給這個代電體 一個能量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對它做工 讓它上去 只要推到這個地方 它就會順著這個路呢 流下來啊 因此這一段呢 的作用就是 把低電位的正電荷 推到高電位去 因為它怎麼推一個電荷呢 推電荷不是我們說 你有多少力氣就可以推 它必須有電廠 電廠作用在這個電量上面 才會產生力 然後才能夠做工推上去 因此這一段地方 你既然要推正電荷 那就必須要有一個電廠 這個電廠啊 它不是一個靜電廠 它不是靜電廠 所謂靜電廠就是由電荷 靜電荷堆積在空間的某些位置 使空間產生電位 那麼 產生電廠跟電位 那麼這個電廠就是所謂的靜電廠 但是EN這裡加一個N N就是說明這個電廠是非靜電廠 UNELECTRO STATIC FIELD 那麼它怎麼產生的 我們先不談它 它可能是由這個化學能轉變而來的 可能是由基電能轉變而來的 那麼它就是有一個 它不是由電荷堆積而產生的電廠 然後就可以把正電荷推上去 所以這一段呢 就叫做電動式 它就是負責把電荷 從低能量推到高能量 然後再從高能量的位置呢 這個電荷又回到低能量 於是就構成一個循環 OK 那麼 電動式就像什麼呢 像我們一般使用的乾電池 或者是蓄電池 還有發電機等等 就是所謂的電動式做 SEAT OF EMF SEAT OF ELECTROMOTIFORCE 它主要就是在這個內部 產生一個非靜電廠 能夠把正電荷 從低電位推到高電位 那麼這一段就叫做外電路 它這個電動式做了外電路 這邊電位高 這邊電位低 所以正電荷在這裡 會順著這一條路 自動的弄下來 好 那麼現在我們就看電動式 它怎麼工作 它怎麼運作 首先我們看 這個代表一個電動式 電動式做 就好像我們一個乾電池 它在段路的時候 段路就是說它外面沒有接通 這根本不通 就是一個電池 它沒有一個外電路讓電路 讓電子來跑 這個時候我們看它裡頭 怎麼一個運作法 好 那我們知道 它本身呢 會產生一個EN Non-Electrostatic field 產生EN 於是呢 這個EN就把電動式做是一個導體 導體裡面一定有電荷 它就會把這個正電荷推向A段 把負電荷呢 推向B段 然後就囤積在這個地方 正電荷囤積在這裡 負電荷囤積在這裡 好 當這兩端有靜電荷的堆積的時候啊 那在這個導體裡面呢 就會產生所謂的EE 看不太清楚啊 EE就是Electrostatic field 就是靜電荷 由電荷堆積而產生的靜電荷 那電荷 比如說有電荷堆積 它就產生EE 好 這個電荷越來越大的 越多的話呢 這個電荷就越來越大 一直等到這個電荷的大小 跟這個電荷一樣大以後啊 那這個裡頭的總電廠等於零 那個時候電荷才不堆積 於是這兩端所堆積的電荷呢 就是一個定值 某一個定值 好 現在 我們就看這裡頭到最後 最後 那麼 EN下EE是等於零 就是總電廠等於零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電廠 全部用線積分 線積分 從B端 C到A端 電廠 總電廠 是這兩個電廠去核 它由B端到A端 做一個線積分 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 都成高度的一個DS 然後 積分 從B端到A端 好 那麼我們現在 修令 就說設定 靜電廠 設定這EN 非靜電廠的線積分 從B電位 到高電位 注意要記住 這邊B就代表低電位 A代表高電位 這個積分呢 我們稱它是電動式 就是這個電動式 做的電動式 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我們可以把這個EN的前面 就是E對不對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庫輪好了 那一個庫輪 的電荷乘上這個EE的話呢 它就變成力 就作用在一庫輪正電荷上面的力 從B端到A端做工 做工 那這個工呢 就是叫做電動式 就說這個物體啊 這個電動式做啊 它有一個電廠啊 它能夠把E庫輪的正電荷 從B端提高到A端 的時候 它所做的工 我們就稱它叫做電動式 它的單位是輻尺 單位是輻尺 工的單位 工跟能一樣 好 好 那麼電動式的單位 好 它是 福特 OK 好 那麼我們現在 就看 我們的電池 是1.5福特 我們通常用的電池 就是1.5福特 那就是說呢 這個裡頭的飛機電廠啊 它能夠把一庫輪的正電荷 提升到這個 從B端提升到A端 從負極提升到A級的時候 它做工是做這個 1.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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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特 就是1.5個 它做的工 工的單位應該是什麼 JAR對不對 這是JAR JAR Per Column 你這裡有Q的話 這就是利了 利的單位就是JAR 你這個 整個被Q來一除呢 就是 每一庫輪多少JAR 就叫做福特 叫做福特 好 那麼 我們現在看 三個數字 因為總電廠等於0 所以呢 總電廠的積分是0 因為這一項是0啊 然後我們就把 還有這一項 這是 靜電廠的線積分 從A端到B端 那我們知道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 A端到B 所以它是等於這個 我看看 B端到B端 應該這個是VAB才對 VAB才對 VAB B端到A端 叫VBA 沒錯 VBA 它就是負的VAB 這個 這個我們都熟悉 對不對 就是靜電廠的積分 我們現在把這個 跟這個 跟這個代道 我們原來的E 等於EN加E 大家積分這個數字裡面去 好 這個積分是0 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 EN 它是電動式 然後這個積分呢 是VBA VBA VBA 那VBA等於負的VAB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負VAB 於是我們這裡就可以得 原來這個VAB就是AB兩端的電壓 它是等於電動式 就是當這個電池啊 沒有接通 沒有接到外電路 電路不通的時候 那麼它的正負兩極的電壓 就等於它的電動式 這個電壓我們稱它叫做 關電壓 Perminal Voltage 關電壓 好 那麼E 就是電動式 你如果去買一個電池 是1.5伏特 你沒有接到這個 你的電器上面的時候 它的 端電壓是1.5伏特 但是接上去就不一樣了 我們等等就會看得到 VAB 成為電動式做兩端的端電壓 叫Perminal Voltage 這個式子 就顯示啊 電動式在段路的情況下 端電壓 端電壓 就等於它的電動式 就是你買一個電池回來 還沒有用 沒有接到電路上去 那麼它正負極的電壓 就跟它標示的1.5伏特 是一樣的 好 現在我們就看 電動式 現在你把它接到這個電器上面 它開始在電路上面呢 運作了 就像電動式 我現在有一個外電路 接上去了 這個時候啊 這個DN就會把電荷 正電荷推到這裡 負電荷推到這裡 當這兩極 有正負電荷堆積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電壓 電位差 有電位差的話呢 它的正電荷 我們都拿正電荷做模型 就會從高電位 圓的外電路 流到這邊來 流到這邊 OK 好 那麼它流過來呢 所以說這邊堆積的時候 它有1.1啊 那麼它的總電量就變小了 對不對 不過它這個時候會流掉 那麼這個越來越多的話呢 那麼它 單位時間 電荷 往低電位的方向流動的 個數就比較多 所以 流出去的多 本來是這樣子 它一邊堆積一邊流出去 但是流出去的速度 比較速率 它比較 比這個堆積的速率小 所以就會不斷的堆積 但是這個堆積越多的時候啊 那流出去的速率就越大 所以呢 這個 跑掉的這個速 速度比較快 那因此呢 總到一個時候 然後堆積的速度 等於這個電荷 跑掉的速度 於是這個時候 就叫做平衡狀態了 平衡狀態的話就是 這個時候啊 它不斷的往這邊堆積 電荷不斷的往這邊跑 堆積的速度 等於它跑掉的速度 於是啊 就有電荷在這個回路上面 在這裡 流動 這就構成了電流 構成電流 OK 好 那麼我們假設 這個是電動式的本身 它有電阻 我們稱它叫做內電阻 Internal Resistance 那外電路也有電阻 我們用大R表示 這是外電路的電阻 叫外電阻 好 那麼 我們現在就 這個 就是我剛剛已經講了 好 現在我們就看 好 好 這裏頭的電 電廠 它有1N 又有11 11就是這兩端堆積電荷所產生的 那總電廠就等於這兩個相加 對不對 好 這兩個相加 好 現在我們把這個都做一個線積分 從B端到A端積分 好 那麼 這個積分 現在可不是零 現在不是零 現在它是1N始終大於11 所以它才會有電流 那麼這個電廠的積分 我們上一堂不是講過電阻嗎 在這個導體裡面 總電廠的線積分就等於電流乘上它的電阻 OK 那這個呢 是代表電動式 我們剛剛說過的電動式 那這個就是這兩端的 就是 VBA VBA等於負的VAB 好 我們把這個帶進去就得到這麼一個式子 電流乘上內電阻 等於電動式 減掉關電壓 減掉關電壓 OK 好 我們把這個式子再一向一下 就得到VAB等於電動式減的IR 所以你先來看看 我們上一次 上一張通影片是講它外路的時候 VAB等於E 對不對 等於電動式 那現在它接通了 它關電壓不再等於電動式的大小 所以電動式的大小要減掉一個IR 所以關電壓變小了 你買來的電池啊 它說是1.5伏特 但是你一旦接到你的電器上 在運作的時候啊 這個電池的關電壓就沒有1.5伏特了 就沒有了 OK 好 那麼 從以上的結果我們知道 電動式做在供應電能的時候 關電壓 VAB 以電動式 EPS要來的小 好 剛剛是看這個內電路的運作狀況 現在我們看這個外電路 沿著這個外電路 沿著這個外電路 沿著外電路啊 我們知道這個裡頭只有一個E1啊 E1PRM 就是靜電廠 它沒有非靜電廠 沒有非靜電廠 於是我們把這兩端積分 兩端都是從B端到A端積分 現在我們從A端 因為它從A流到B嘛 我們就從A端積分 OK 好 這個積分呢 就是電流乘上R 這裡有電流 這裡也有電流啊 有電流啊 電流從這裡流過來 它就是I乘上大R OK 那等於這個就是VAB VAB就是這兩端 外電路兩端的這個電壓 好 那 我們知道 這個VAB啊 不管是外電路 還是對內電路來講 VAB都一樣大 這個電位比它大多少 你從外電路來講 也是這個電位要比它大多少 然後我們把這兩個合併 合併 把這個VAB VAB 用IR來帶 IR來帶 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電路方程式 我們把這個拿過來 這等於IR 這個用這等於IR 加上這個 然後I提出來 裡頭就是大R加小R 大R加小R就是說 這個叫做串連電路 這兩個 這個原件跟這個原件 它的電路是同一個 因此叫做串連電路 串連電路的總電阻 就是這兩個電阻的核 於是我們就得到串連電路裡頭的電流啊 是等於EMF 對總電阻來阻 這個是我們電路的最原始的一個電路方程式 它就所謂的串連電路的電路方程 啊 如果說 一個回路 它不止一個電池 有好幾個電池 都串連在一起 那麼這個甚至我們就稍微改一下 那就是把這個 這個變成Sigma 就是所有的電動式加起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它也不只有一個這個R啦 小R啊 它有好幾個電動式的話 當然有好幾個小R 那這全部也是加起來 加起來 就說這個串連電路的總電阻 把所有電阻都加起來 這就是串連電路啊 我們用的這個電路方程 好 那麼我們等等會舉例 怎麼樣子用這個式子 OK 好 現在我們來看 電動式做 在電路上的表示方法 它呢就是啊 用一長一短兩個平行的線 一長一短 然後再加上這個等於是外界的理想導線 這就構成電動式 電動式 但是每一個電動式做啊 它都有內電阻 這個內電阻呢 我們的寫法有兩種 一種就是把內電阻 就劃在這個負極跟正極之間 短的一邊代表是負極啊 就是電壓比較低的一極 長的一邊呢就代表電壓比較大的一極 我們把電阻器啊 內電阻啊 就劃在這個地方啊 劃在這兩個基板的當中 還有一種劃法就是 把它劃在這個外面啊 這個 這個就是代表電動式 這是代表附帶於電動式裡頭的內電阻 OK 還要記得電動式 比較短的這邊是負的 比較長的這邊是正的 OK 那 電動式的方向 電動式的方向是從負的到正的 是吧 它的箭頭是從負的往正的地方 負的往正的地方去 OK 電動的方向 從短線到長線的方向 就是跟一N的方向相同 那麼我們有兩種表示法 明白 好 那麼我們用這個式子來計算電流的話 這是串連電路 那麼有好幾個電動式 那好幾個電動式 它接在一起的時候 有的時候呢 它們的方向都一致 有的時候方向相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到底用正的還是用負的呢 好 我們現在就是規定它 規定它 我們就先設定 就說你現在先設定 這個電流是哪一個方向好了 這個電流的方向要看電路上面 電流如果是這個方向 你設定是這個方向 那這個電動式就是正的 就是它的方向跟電流一樣 就是正的 如果你假設電流是這個方向 假設電流是這個方向 那麼這個電動式就是負的 所以說我們一旦設定了電流的方向以後啊 那這個電動式 凡是與電流同方向的電動式 就是用正直 與電流方向相反的 它就是負直 對 對 電流一律用正直 電主 全個都是用正直 不管你是多大 好 現在我們再看 電動式在充電的時候 充電 如果電動式用完了 它不能够在 像你摩托车的电动室 如果电用完了 怎么办呢 拿下来充电 充电 现在好像很少充电 我们那个时候 一个电池卖的好贵 我们一个月的薪水 才2400块新台币 一个电池要卖500多块 所以我们舍不得丢 拿下来充电 充电的时候呢 就说它不会产生电流 从这里产生电流 它不自动产生了 你现在把它接到外电池上面 那外电池的电流 从正直往负直跑流动 那这个就是开始充电 因为你这个一充电的话 有电池往这边 这个静电厂一定是这个比较高 静电位这个比较高 这个比较低了 所以静电厂是往这边去 然后呢 静电厂往这边 它本身一开始充电了 它这个化学能又产生了 于是它就会产生1N 因为它化学能会 会转变成为这个电能 所以就由1N产生 那当然意义要大于1N 这个电流才会过得来 这个叫做充电 电动是输出的电能 输出电能是将内能转换为电能 对外输出 这个过程叫做放电 当内能用情的时候 可以反过来 用外电路的电能转换为内能 这个过程成为充电 就像这个样子的 这个时候的总电厂 仍然是这两个电厂之和 但是这个要比这个大 它在继续的充电 我们把这个设置都从A端 因为现在电流从A端到B端 我们就一个电流来 从A端到B端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就等于电流乘上R 这是我们上一堂讲过的 然后这个呢 电动式是EN多到DS 从B到A叫做电动式 它现在从A到B呢 就是负的电动式 那这个正好就是VAB 这个式子整理一下 就变成VAB等于电动式加上IR 所以说当你的电动式做 它在充电的时候 它的电动 你所要用的这个 外加的端电压要大过它才可以 大过它才可以 所以你如果电池没电了 你要充电 你的电池通常是12伏特 那你外电路 要充进去的时候 一定要大于12伏特 12.5或者13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说 哎呀这个电池没电了 那我到这个 店里头买两个干电池 接上去充电 那个不行 你两个干电池串联起来 才3伏特 对不对 那不能够充这个12伏特的 一定要比这12伏特 就大才能充电 上次显示电动式在充电的时候 外电源加入电动式 做的端电压需大于电动式 所以电动式啊 所以以上的结果 我们发现电动式有两个作用 一个是将内能转换为电能 这就是放电的时候 当你这个放电放完了 没电了 要充电了 就是将电能吸收了 然后转换成为内能 这就是电动式的两个功能 电动式的两个功能 现在我们介绍电功率 假如这里 我们代表这是一个电器 这框框是一个电器 有AB两端 A端呢 它的电压叫VA 低端的电压叫VB 如果A端大于B端的电压 那么这个电荷就会从正电 正电荷会从高电压往低电位 高电位的地方往低电位的地方流 于是就产生所谓的电流 产生电流 好 那现在我们 我们看一看 当有一个Delta Q 它在VA这个地方 就是A这个地方 它的电压是VA了 它的能量就是Delta Q乘VA 然后呢 跑到这个比较低的电压VB 它的电能就变成Delta Q减VB 那它的能量不就减小了吗 对不对 减小了 这个VA减VB 我们写成VAB 那这个就是 这个减小的电能 从这里到这里 电荷从这里跑到这个地方 它减少的电能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对时间来 来除一下 就是说假定它从这里跑到这里 总共的时间是Delta T 那么我们就知道 它Delta T时间里面呢 它能量从这里降低 能量降低做什么呢 它就做工啊 对不对 做工啊 那这个就叫做功率 单位时间的能量 叫做功率 那我们把这个Delta W用这个代 那它就变成VAB 乘上Delta Q overDelta T 那Delta Q overDelta T呢 就是电路I 所以说 这个数字要记清楚 T等于VABI 就算你有一个电器 不管是什么 反正从N端到B端的电压 乘上这个电流 就叫做功率 这个功率我们等等看 它这个功率是什么功率 有时候它是什么 它是由内能转变为电能的功率 有时候它是电能转变为热能的功率 有时候它是电能转变成为热能的功率 那都是功率了 但是我要看你是什么源线 你的功率是什么 我们等一等会有例子来判断 那功率的单位呢 它就是VA 这是Volt 这个是Ampere 那单位应该是Volt V A 那我们给它另外一个名称 给它一个 起一个另外的名称 叫做瓦特 一个瓦特 等于一个V A 那么这个就是电功率 定义就是这样 那么我们将会看几个例子 电功率 比如说电池断路的时候 它的电功率是怎么样 它断路的时候的电功率是怎么样 然后这个 或者是 它输出的 就是它放电的时候 功率是怎么样 电功率是做 它充电的时候 电功率是怎么样 一个纯电所的功率又是什么 我们底下有例子 我们现在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